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進行第21章 非說所說 請你放開量300頁 300頁囉 300頁的經文1 你看到經文有沒有 經文的話有白色跟黑色對不對 那黑色的部分的話就是 那個地方是 後面的人給他加上去的 羅斯法師的翻譯的話只有上面那個白色的部分 你看那個經文2 經文2有沒有 經文2的話 那個黑色部分的話就是對照在 劉之法師1的那個第二段 第三段 看到了嗎 如果你看真地法師 真地法師 也有黑色的部分喔 但是他翻譯比較不同 後面也是2 3兩段 羅斯法師只有一段而已 玄戰法師也是一樣 也是有3段 也是多了2段 過來翻過來 易靜法師 易靜法師也是3段 換句話講 羅斯法師只有一段 其他的法師都有3段 那2 3段 後來羅斯法師也有3段 人給他加上去那2段的話 你現在看起來就很簡單 就劉之法師義 它完全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所以辯證的地方 我們就跟各位談一下 要不然你以後又碰到 好 那人家又說 如果你讀羅斯法師 他怎麼會露了這個 這個我們看一下 本章爾時 會命須補提 會命須補提 伯佛言 是尊朋友眾生於未來是 文說是法 身性心火 佛言須補提 彼非眾生 非不眾生 何以故須補提 眾生 眾生者 如來受惠眾生 世民眾生 流通本 多有 就上 剛剛念的到這個 那段文字 62個字 它的潛詞 筆法 跟羅斯法師 手藝是不相同的 你看用稱謂 你看你讀到現在有沒有看到 如果羅斯法師 有沒有稱會命 會命須補提 沒有用過 他都用須補提 最後的話 結束有張癌須補提 他沒有用過 會命須補提 這個時候突然給他跑出來 然後羅斯法師 有沒有用重疊語 有 他就如是 如是 或者是 因為他重疊語 不是用這樣的 他沒有那個 重疊語也用完不同 所以我們就檢視下去 先看稱謂的部分 在金剛天中 與世尊對話的 那個主角 主角的話 羅斯 劉茲 真帝三位法師 都稱為須補提 玄戰法師 跟著易敬法師 他們稱為 玄戰法師稱善現 易敬法師稱妙生 至於禁詞的部分 禁詞就是在這個名字的前 前面的話 羅斯法師 僅在第二章的首次 第十三十二章的最末 稱為長老須補提 其他都是進 直接就 就 就 敷補提 劉之法師 多次尊稱 會命須補提 三十二章最末 稱為長老須補提 真帝法師 多次尊重 敬命須補提 第三十二章 最末 敬稱大德須補提 玄戰法師 平民尊稱 聚壽善現 三十二章最末的話 敬稱 尊者善現 易敬法師 僅在第二章首次 第三章最末稱為聚壽善現 其他的話 都是敬稱 妙生 筆法的話 跟他的筆法 最末的一個筆法 是跟羅斯法師相同的 所以這樣看起來 羅斯法師是沒有用會命的 你就知道這段的話 應該 當時一打的話 就用這個地方 就覺得他怎麼會有這段文字 你如果沒有會議的話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哪個地方加進來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看重疊語的使用 羅斯法師手藝的重疊語 除了散哉散哉 有用這樣過 然後如釋如釋 這是硬格的話 其他的 他都沒有再使用重疊語 但是劉之法師藝的話 其他四位法師藝都重疊 有重疊語都蠻多的 你看 福德句 福德句 像那個劉之法師 實相實相 真理法師義的話 說明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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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明菩薩 是明菩薩 全戰法師也是這樣 我們只給他舉出來 他說福德句 福德句 活土功德莊嚴 活土功德莊嚴 一盡法師諸如 你看福德句 福句 福句 思想思想 另外的法師都有重疊語 羅斯法師的重疊語 你室內只有善哉善哉 如是如是 其他他沒有用 嬰兒坊間的話 惠密虛補迪的稱謂 跟眾生眾生的重疊語的使用的話 出現在羅斯法師手藝金剛經 是有突兀 如果說這部金剛經 我沒有講到誰藝的 那這樣就沒有關係 你既然前面講是羅斯法師手藝的 他沒有藝這段文字 你一直要把它加進去 那這樣也是對不禮貌的 整個裡面 嬰兒的話 重疊使用的話 出現在羅斯法師手藝的金剛經 體力上是有突兀 查對金剛經 檢驟的話 唐朝金剛經檢驟 沒有上兩段經文 明朝的金剛經集住 明朝金剛經中通 清重堪的廢龍大師金剛經住 對該養段文職的話 均記載羅斯法師藝本 原無本來就沒有的 細厚人添加 經文出字 劉之法師手藝 至於添加的原因 有下兩種不同 第一個是彌勒菩薩的八十行記 八十行記的話 下面我們再來會再講一次 所以這個地方只念一下 八十行記的話 如我法亦然所說二差別 不離於法界 說法無志向 所說說者生 非無能信者 非無能信者 非眾生眾生 非勝非不勝一段 這次解釋上兩段經文的記者 集由印度傳入 後來人才在羅斯法師手藝金剛經 給他添加兩段經文 另外一個傳說是唐木中長慶二年 上都的大溫國士有一位和尚 叫做赤靈幽 他暴斃就突然去世 到地獄去見閻羅王 那閻羅王就問靈幽法師的話 你有什麼專查 那靈幽就回答 我藏持金剛經 我閻羅王的話就合掌赤座 然後命靈幽背誦 就請他背誦一遍 送壁的話 閻羅王告訴他 蘇宋經文其中一張缺漏 如冠花之獻不敘 真本在豪洲 鍾離世之碑上 可往茶對 騙告人間 凌幽還魂的時候 咒文其事 茶對後增入這兩段文子 這段的話在後面的那個引申 會有再講 也把那個全文會再說一遍 那個鍾離世有沒有 那鍾離的話 我們常常講漢鍾離 嚴格講他不是漢鍾離 鍾離是父姓 你要弄對喔 我不寫黑板喔 鍾離是父姓 就是這兩個字是姓氏 他就叫鍾離泉 他跟那個呂洞斌 有關聯的 他嚴格講 在查起來 他應該是唐朝的 我們現在習慣上 就把它物質 所以我們常常講漢鍾離 漢鍾離 那個鍾離 那個叫父姓喔 鍾離是父姓 要把它弄對 那至於這個 那個上面的那個 彌勒菩薩的記者 跟這個解說 後面會再有 那沒有關係 好 那現在的304囉 羅斯法師手藝金剛經 未有上段 未有上兩段的原因 是原本缺漏呢 還是有意簡化呢 由於古印度的佛經 原用備業記載 脫落一兩片不無可能 如果原因不是這樣的話 那麼添加就非所疑 添加的第一段經文 第六章 朋友眾生 德文如是言說張句 生死信我已經 已經談過了 有沒有 第一段他已經談過了 已經談過了 添加的第二段經文 第十四章說 又說一切眾生 則為眾生 也已經說明了 所以世尊演說金剛經的時候 為因應後來加入者的需要 304頁 或演繹新意 推展生意 部分經文 有所從護 羅斯法師手藝的金剛經 蚊子儀美 嚴簡易甘 據說從七佛以來 他就擔任佛的翻譯者 羅斯法師 十一二歲 就已經悟到了 他手藝的金剛經 有些蚊子是有意省略 如第一章的尾巴 第二章的頭 就少了一些東西 這是什麼原因呢 值得注意 羅斯法師手藝的金剛經 為世人所己愛 後人添加的那兩段文字 行之已久 他的處理方式或有這樣 因為的話 你如果說沒有關係 就是這有四個 我們提出三個處理方法 第一個就沿用救慣 就沒有關係 已經加了這麼久了 接觸金剛經的人 以身具慧根 信受金剛經者當得福報 維持救慣的話 精進的人自然知道 那兩段經文的來龍去末 你大概就知道 就304頁 第二個的話 你把它加注出處 就是著名這兩段經文 以小字把它著名 這是後來人添加的 以胡適時 第三個就把它刪除掉 剔除添加 這樣的話 這個就因為金剛經有六種中文譯本 前面的經文的前面 既然標明是 邀請三藏法師金摩羅手是異 忠實的信受者 怎麼可以添加羅斯法師手沒有異的 不是他異的那個經文 目前我們大概都採第二種比較多 著名出處 這樣的話經紀人也知道 這一般人也比較寬 羅斯法師 一個比較完整 事駕合一 這也是對羅斯法師應有尊 至於羅斯法師就把它稍微調整一下 用他的文字就這樣 OK 那這樣 你就知道以後你用本的時候 在這一段如果有人提出來問 這段文字是別人的 你現在也很清楚的 他是劉之法師 就第二個法師所譯的 後面的人把它拿出來加在那個地方 OK 後面因為還有編制那個 這個就兩段 後面還有一個等於是相反的那個文字 這樣的話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看三百零右頁 經文很短 經文就羅斯法師只有一段而已 那兩段我們再稍微翻譯一下 經文看三百零右頁 須補替乳惑 如來做事念 我當有所說法 莫做事念 因為現在有新式的標點文化 所以是這樣 下次的話有一個要辯證的地方 跟這個標點文化有關係 如做事念 就是你這樣想喔 這樣的話 後面一句話又告訴你 莫做事念不要這樣想 他接著就何以故 若人言 如來有所說法 極為伴佛 這個常常用到喔 極為伴佛 不能接我所說故 須補替乳惑 我們看翻譯喔 不能接我所說故 說法者無法可說 世民說法 所謂說法的意思 就是 不是假於口說 就能盡的 活的真空妙禮 本來是無法 本來無法 只不過為眾生去逐邪妄而說的 此之了物真性 至正活理 實際上並沒有說法 也無法可說 只是一種假借一個名 稱之為說法而已 第一個就說法者是什麼呢 就一切言說 一切言說是為了 要開啟眾生的本據的自信 去除他的妄念 然後要隨機度化 然後隨緣而說 換句話講 說法者是什麼呢 是隨順世俗帝而說的 隨順俗帝所說的 所以第一個就是俗帝 就是一般的話 就假帝 就俗帝 假帝 第二個的話 無法可說是什麼 什麼叫無法可說呢 是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法可說 這個是順的真帝說的 換句話講 就順著空 就空帝 空甲中 然後世民說法是什麼呢 這一時方便的言語 善且稱之為說法 但這些法的話 都如過疆之法 因為過了疆 法就要把它放棄掉 換句話講 極俗極真 極空極有 就要順中到第一義地 有沒有 那個是假空中 就是三個這樣 這樣把它解釋下來 所以學習大聖火法 下一段 要空我職也要空法職 既然都要空的 哪有個法相可以執著呢 那執著有所說法 不就著了法相嗎 著了法相 就會生出我人眾生受者 因為五運哪以進空 我職哪以進掉 一旦執著了法 反而觸動了我職 我職法職增加 無明就越來越赤聖 那時的話 講經說法都是講給別人聽 自己沒有聽 所以我們學習火法呢 除了要培養蚊子波羅之外 在說法利益眾生的時候 要更要依法來修 才不會落入空壇 又說法者既無法可說 那麼花心學活的人哪有法可執呢 第六章的孟尾巴 如來常說 如等比就 知我說法如法裕 法如法裕者 法上陰者何況非法 空法相 然後空法相 還有非法相 本章更進一步 對佛陀所說法的念頭 都不可以升級 不可以著著 這大概就是只有講第一段 至於第二段第三段是在講什麼呢 第二段第三段他在講 我們翻回來 翻回來三百頁 三百頁 就 你把會命西補迪就當作西補迪 那個黑字的地方 我稍微跟你講一下他在講什麼東西 雖然前面都有 而是會命西補寶 世尊啊 朋友眾生於未來的事 文說是法身心的 文說什麼呢 文說的話 這個地方是無說而說的妙義 就是我們現在非說所說 所以他沒有無所說 那個的妙義的話 會不會升級信心 會不會升級信心 這段在這個地方 然後佛言的話就回答了 佛就回答 西補迪比非眾生 非不眾生何以故 因為佛要釜底抽心 破除弟子們對於佛跟眾生的分別界 因為他眾生跟佛是對稱的嘛 他要破除大家對佛的那個 跟眾生的那個分別界 所以他說呢 他們不是 有比非眾生 他們不是眾生 也不是 他們不是眾生 也不能說不是眾生 為什麼呢 比非眾生就是他們嘛 他們不是眾生 非不眾生 他們但是也不能說他們不是眾生 為什麼 因為的話這個難在哪個地方 這個你一下就很簡單 因為佛跟眾生是平等的 覺悟的人就是佛 所以沒有覺悟的人就是眾生 所以眾生的話是未覺悟的佛 所以的話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以覺悟來分 以覺悟來分 所以的話他是怎麼講呢 所以為什麼說他們不是眾生 也不能說他們不是眾生 為什麼呢 因為就法性空極而言 眾生的話是尚未了悟真理的佛 因為你有自信佛 但是你還沒有了悟真理 所以你還做不了佛 你現在還是眾生啊 佛是已經了悟的 已經證得真理的眾生 所以就翻過來 但是呢 又不能 又不能 又不能不稱之為眾生 他們雖已經 現在換句話講 我們的話 雖已經聽聞佛法 但是我們還沒有真正的悟到 所以在事項上 我們還是稱為眾生 但是從真如本祭來講的話 眾生即佛 原來沒有什麼眾生 眾生啊 不眾生的 眾生只是一時的假名而已 就是一個結束的 眾生跟佛 原則是相同的 你如果悟的人就稱為佛 沒有悟的人就稱為眾生 這是事項上的一個 事項上有 真理上大家都是會 眾生就是未來佛啊 你只要能夠悟到 你就是未來佛 他的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OK 那兩段的話 嚴格前面都有 現在彌勒菩薩那個 我等一下再來說 那現在的話 看生論 307月的生論 第一個 撵花微笑 撵花微笑有一天喔 佛陀在靈鳩山 為眾弟子說法 相殘大患天王 來到座前 以金色菠蘿花獻給佛 世尊年啟金色菠蘿花 向大眾展示 在場者對眼相望 不知道佛陀是適合用意 獨有佳瑟 破眼微笑 於是呢 世尊高興的宣布 我有正華演唱 滅盤妙信 實相無相 文妙法門 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 副主佳瑟 就是傳宗常常說多 傳宗的話 傳宗傳第一的那個 就是 這個的話 傳宗 這幾句話是傳宗常說的 世尊年花微笑 傳法大家瑟 那瑟瑟的話 成了佛教第一代的主 第一代主 達摩尊者來宗土 如何傳物依法呢 現在就講達摩 達摩尊者在宗土多年 他要回去他的天族 就是回印度的時候 召集陸式弟子 說他實將至矣 說所見不值文子 不理文子 而為道佑 換句話講 這個的話 你就文子的話 只是那個誤道的工具而已 你不要去被他綁著 那這個達摩尊者怎麼講 辱德無疲 你得到疲就什麼 疲就最外表 你得到我的疲 疲就外表 然後的話 泥種詞就是一個 泥 泥種詞這樣講 我盡手見如沁喜見阿醋佛國 一見更不再見 就是沒有貪質 我這一見 我就不會一直想要見 有沒有 你就沒有貪質 貪質的話 他說你的辱德無肉 無肉的話 就是你已經 你 培的 現在培的進去就肉 你已經有 掉到我的肉 然後道育的話 第三話就是 四大本控 無因非有 而我見處的話 無違法可得 你看這個就無可得 沒有違法可得 這樣的話 尊者就回答 你已經得到我骨 你已經入骨了 入骨 殿後的慧可的話 三禮拜後 依未而立 尊者說 辱德無誰 所以的話 是四個層次 從皮 到肉 到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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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你的蚊子就比的話 就是你得到外表 你得到肉 你的一個這樣進來 那也是一樣 你用蚊子的話 不要被蚊子綁到 第二個的話 你不要貪質 第三個的話 是無違法可得 第四個是 無言無說 什麼的話 就是今天的無言無說 那最高的 四個層次這樣下去 乃故會可而告之約 好 換過來 襲如來 以正法眼長 護大家色 展展 主類 而至於我 我今護魯 我今護魯 如當護之 並受魯夾沙 以為法性 有沒有 傳夾沙 然後又傳了任節 任節經四卷 四卷 達摩尊者 檢核弟子所得 會可公敬 三禮拜 三禮拜後 依未而立 未雨之子 尊者以正法眼長 護之 並受夾沙 他正信有沒有這個地方你看 傳法會 然後又穿袈裟 給正信 會可法師 稱為中土二主 說法者無法可說 是不知其有 不著法相 連能說的相 也不可以入著 至尊成禍以後 知之不倦的講盡說法 教化眾生 涅槃時至的時候 由殷勤、垂尋、弟子 都有所疑問 要趕快提出來 如果 妙不然的話 我就要涅槃 臨走時還告訴文殊不善 無成道以來 未常說作一致 世尊講經說法 四十九年 沒有著到任何文職的相 老子說 道可道非常道 莊子也這樣講 道可言 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 其子之未夫 說法者無法可說 並非覺氣以言文職 修辭度化如氣 氣法而不用 就好像你度家 你沒有傳華的幫助 是不可以的 哪以達到目的地 說法者無法可說 是要 叫我們不要 不著法相 連能說的相 也不可以著著 這整個裡面是 叫你不要黏著而已 不是不要 這個要弄清楚 第二個是半活半經 唐惠海禪師 無見見毆人 初一 一月中 大雲市 道治法師出家 後來參馬祖道醫 治世本性 失事六年 駐有的頓悟 入道要門論 道醫 見毆不經戰難 大諸元明 從此人們都稱他為大諸和尚 有一天 一位新角生來訪 請教惠海禪師 大師說什麼法度人 禪師說我未曾有一法度人 那個聖人就到 禪師們全都是彈空說廟 禪師才就訪問他 不知道你說何法度人 那個聖人來請教 那個聖人就說 我講金剛經 禪師又問他 你講了幾遍 聖人到講了二十多遍 禪師再問的話 這部經是誰說的 你看他問他金剛經是誰說的 那位聖人講金剛經 那聖人就不悅的到 大師竟然捉弄人 起不到這次佛親口說的 你看他這個 這個惠海才是怎麼跟他講 他說 才是淡淡的回說 若言如來有所說 他就套那個佛於金剛經字眼 極為棒佛 不能截我所受過 若言此境不是佛說的 你這個就是棒經 金剛經怎麼不是佛說的 你以為如何 但為聖人一時無法答應 應答 藉著禪語你看出端倪願 那大諸和尚 頓悟入道藥門 這個有一個 我好像上次給各位看過 這個是不錯的 很簡要 很簡要 你看他在傳中 他大諸惠亞禪師第三個 這個叫掌中書 這樣從這邊傳過 就是大諸惠亞禪師 這裡面的就看一下 下一個的話 就是那個和尚互活的 就是我們講今天的 我們今天的那個故事 林英法師是唐朝上都大溫國二世 現在的話 人家問你 你就知道來龍去莫 這個是比較 你就看他的 這樣用 你看你會不會用 林英法師唐朝上都大溫國二世的和尚 他是一位高僧 當時的知術 就出價 知術 知術是兩個 十分遵從其得學 法師注重靜坐 專送金剛精 為盡為期 數十載如一日 目中長近二年的某天 林英法師突然暴斃了 暴斃的話 據說他的魂魄呢 就到了明府 明史引導他去見閻羅王 閻羅王問他有什麼專長 法師問他說 平身一向勤送金剛精 閻羅王一聽的話 知道這個是希克 就赤座 你看看你是看君王的時候 君王有時候就 欸的話就給你赤座 赤座就是禮遇了 那就合掌連稱 善哉善哉 你記勤送金剛精 現在可我再送一遍 讓我聽聽 法師前 法師前進的合掌 朗朗而送 字句清楚 段落分明 那閻羅王十分讚嘆喔 但覺得他覺得有失 故說就這樣 善哲善以 你送的真是了不起 那個都是非常 字句就朗朗 整個很清潤 善哲善飲 但是沒有優畏盡善 還是有一點小缺失 你辱送的精 其中一張缺弱 可見的話 這閻羅王 他有沒有修金剛精 有的喔 才知道還有缺弱 有缺弱 就好像冠花之縣的話 不序 就有斷掉這樣 真本是在豪州 中壢市 石碑上 你可以去查對喔 騙告人間 你不是我們明虎的眾生 你送之金剛精 不可以 你送之將 可以不用到 不是我們的那個 到地 我們明虎來的 速度離去 所以靈幽法師往生七天 靜幼黃魂 驚動四身 事與不適者的話 大家都來慰問他 法師就將明虎手劍的話 咒文方丈 並普遜大眾 前心 前心讀宋金剛經 嚴謊首宴其中 經文其中一段缺弱 就六十二個字 經查證後 添加 會耳子會命虛補第一段 一段佛佛言 世民眾生 這兩段文字 靈幽法師 撲必七天 然後復書 又訪問回來的消息 傳遍瑕耳 金剛經添加之語的話 起初人家是有質疑的 但是後來 就歷經轉轉流通的話 到現在 大家也搞不清楚 流傳到現在 信心親近的話 讀宋金剛經 功德無量 讀宋金剛經的話 必須不爭不減 勢如其分 不能與經意相合 善家誤改 經文的話 或者揣落儀式經文的話 竟非所依 所謂離經一致 極同摩縮不能不勝 你這樣知道這樣的話 如果要去看你有怎樣讀 你讀的話 你如果是 你前面有 加羅斯瓦斯的 你就可以那兩段 可以稍微跳開 沒有的話 你要知道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這個 能說所說的話 這樣的廟宇能不能了解的話 他回答的是眾生 就是活跟眾生的分別 他就要 活現在要破這種 活跟眾生有什麼差別 眾生跟活差別 就是一個人覺悟 一個人還沒有覺悟 沒有覺悟的人就是眾生 覺悟的人就是活 大家都是在本體上 就法性上 大家都都是眾生 這是告訴大家的 所以我大概要給各位補送一下 那個記者等一下再來 第17品 第17品 不是在最後講嗎 菩薩能夠遠離 我等世相的話 通達無我法者 為之真是菩薩 有沒有 第17品的最尾巴一句 菩薩已經 菩薩已經無我相 無我相 沒有我 沒有世相 我相法相的話 法的相 我跟法的相 通通都已經盪除掉 我怎麼會著著在有所說法呢 因此才說 若人因為這樣的話 第17章的最尾巴 你看第17章最尾巴在哪個地方 就第17章的最尾巴 來 那個258 你看 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 就無我的世相 沒有法制的世相 這樣的話才說是真是菩薩 有沒有 這樣的話 菩薩都能夠把 我跟法的相 都能夠盪除掉 那 那 那佛的話 當然 他不會著著在有所說法 要不然他怎麼 怎麼了 所以才說 你如果說 如果有人說 如來是有所說法 那就是棒佛 不能生解 如來所說的止去 所以的話 有一個句子 我把這個句子抄給各位 達摩祖師 從那個印度來 一致無就是 他只傳心法 他沒有傳什麼文 只在傳心法 全憑心地 用 就叫你看心 全憑心地 用功夫 你如果要在紙上 就在我們這邊地方 一直都是要談人我的話 你的鼻影 你一站幹 這個就站 就在 這樣 這樣 站 那個站 站幹 動聽符 換句話講 你談太多 你談不完的東西了 整個裡面 你要從心地上去空 從心地上去空 這是第一個要跟各位補充的 第二個要跟各位補充的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個身體是暫時歸我們使用 不非我所有 身體是因緣所生 四大甲而而成 他是中歸腐壞 他是不究竟的 唯有自信是不生不滅的 這個自信就是空性 你必須要無我才能夠顯現 修到無我境界者的時候 你自然會達到一種智慧 那唯世學上就稱為平等性智 就等於平等性智 你無我就無人 無人的話 就無他無眾生 而沒有煩惱 沒有煩惱 金剛波羅的話 法門是遮拳這個道理的 就是叫你要無我遮拳這個道理 換句話講 他也是皆顯這個道理 金剛金就像什麼呢 像一把銳利的刀子 要鏟除心田上的雜草 然後整出平地 然後剝下菩提的種子 引導我們波羅的侵權 然後要結無肉的果 所以金剛金要我們 襲諸外援 其實就是禪中在講的 要襲諸你要襲外援 然後你不要住 不要住相 也不要再拋家散走 因為自身就有活性 捏盤的話不再他身 所以的話要告訴我 又有四句話 要做這個地方做四句話 你要柔和治安 以柔和治安 要以戒法治盡 通通都治喔 你要柔和 你看這四個治 治治自己 你自己修行的時候 要柔和 然後呢 要戒一定要 要守戒 用戒來進 你的話要實現平等 今天今天會講平等喔 要治戰 然後的話 治涅盤治樂 這四個 那過來的話 我就是要 前面的話沒有關係 那是梁武帝的對話 那我們現在來推一下那個 那個誰 那個 上面這個可以囉 來推一下那個 米勒菩薩的劑子 米勒菩薩劑子比較難 米勒菩薩劑子你要勾 來 在哪個地方 因為你這樣勾一勾 然後會比較方便讀 回去你要這樣 如果你專修金鋼筋的時候 你會比較好用 請翻該433頁 433頁 從前面算來好了 1、2、3、4、5、6 然後8、10、12 13 14、15行 14、15行看到了嗎 第14行 如火法亦然所說二差別 不離於法界 說法無自相 然後所說 所說者生 非無能信者 非眾生眾生 非聖非不聖 有沒有 今天非眾生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們認為 米勒菩薩的原始句子有 有看到嗎 然後你看他有非眾生 非不眾生 那你這個地方 我告訴各位 你把它寫 一句一句來 以佛法亦然 這寫1 在前面寫一個1 所說二差別寫2 不離於法寫3 說法無自相寫寫4 然後第5是 所說說者生寫5 非無能信者寫6 後面那兩句可以併在一起 因為非眾生眾生 非聖非不聖7 有沒有 那我一句一句來 一句一句來跟各位講 那你這樣的話 你就讀 會以後你再讀的話 會比較方便 來 1的話 如佛法亦然 看這句 那是他的意思是什麼呢 因為 佛不可以生賤 佛不可以生賤 不可以相賤 對吧 前面講過了 法不可以生求 那到後面會講 佛不可以生賤 法不可以生 佛不可以用聲音去 所以說 如佛法亦然 如佛不可以生賤 法不可以生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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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話 它兩個是相賤 是亦然 佛跟法 有一個頓 佛不可以生賤 法的話 不可以生賤 不可以生賤 法的話 這個是相同 而是 這個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說二差別是什麼 所說二差別呢 說有跟說無的話 它是對積不同 有的時候對某些人要說有 對某些人要說無無 這是對積不同 所以說 所說二差別 兩句囉 第三句是什麼呢 第三句 第三句 不理以法界 因為雖然有差別 說有說法 雖然有差別 但都不理以法界 都在法上運用的 第四個 說法無志向是什麼呢 因所說之法 是唯依他起 沒有志向 說法的話 是依他起 就是依他起 沒有志向 這是第四句 第五句是什麼 所說說的聲 為什麼所說說的聲呢 因為所說的話 所說的話就是法 即法 說者的話即佛 有沒有 所說說者聲 所說的話就是什麼 所說這個就是法嘛 說者的話就是佛 因為佛不可以 剛剛不可以講 佛不可以伸見 或不可以向見 法的話不可以伸求 所以他們講 所以這個是很深奧的道理 無能 非無能信者 什麼叫非無能信者呢 不是沒有人 不是沒有信受 那下面的話就是 非眾生 第七句是 非無能信者 就是沒有人 不能信受 那第七句是 七八是可以在一起 七你的 非眾生 眾生 非聖非不聖 你這樣先把這兩個 它兩個可以 可以弄在一起 非眾生 非眾生的話就是佛 這個是通的 眾生跟非聖 是這個通的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七八可以併 非眾生 眾生 非聖非不聖 你看非眾生 非眾生的話就一定是佛了嘛 所以它就非不聖嘛 你看這個眾生 眾生就是 眾生的話就非聖 有沒有 你這樣會嗎 非眾生 眾生 非聖非不聖 所以它 你念不上的東西 你以後賭會花很多時間 非眾生 非眾生 非眾生就不是正 因為眾生跟佛是對的 所以既然不是眾生 它就是非不聖 聖者是佛啊 你是眾生的話 就不是非聖 所以七八是可以併的 七八可以併就在這個地方 換句話講你什麼呢 你如果能夠無我相那些 你都通通通通通 你可以無視相 無法相 你都可以做到 你也可以離言 也可以離相 能信的話 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能夠解形都已經 都已經非常 解形的話 你都已經 已經 能夠解也能夠行 而且能夠實證 這樣的話你就是成活啦 你就成活 你要解形都要能夠做到 你解形能夠做到 你都很圓滿 你也能夠實證 那你這樣的話就 就不是眾生啊 這樣了 所以的話 他的問題 後面那兩句的 重點就在地方 你能不能解形 如果的話 你 信 你如果能夠解形 你就不是眾生 但是 但人是眾生的 就是因為你沒有解形的很好 你就沒有解形的很好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解形如果很圓通 你又有實證 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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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沒有做到 解形不圓 沒有辦法實證 那你就是 顧非聖 你就是眾生 你如果解形很圓通啊 你又能夠實證的啊 你這樣的話 你就是必盡當佛 所以你 顧非不聖 這樣可以通嗎 有一點難喔 有沒有 你這個 彌勒菩薩的東西 一定你要花很多時間去看 你沒有花時間看 就單單這句的話 你就很 很難弄他的東西 你看他非眾生 眾生 非眾生的話 就是已經成聖能才要非眾生啊 成活的人 這個眾生就是跟我一樣 就還不能離相 還不能離岩 就是眾生 你能夠離相離岩的 你就 你就是非不聖 就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樣 你一定要這樣去讀他的句子 你才有辦法 要不然 你會被他卡掉 他在第一 我再講一遍 你大概意思這樣 如佛法一蘭 就像佛一樣 不可以深淺 像法的話 也不可以用聲音去求他 這道理是相同的 說有說無的話 他雖然表面上是有差別的 但是的話 他是不離岩法界 雖有差別 但是不離岩法界 你那個 因所說的法呢 是依他其 所以他是無 沒有志向的 沒有志向的 所以的話 你所說的 所說即法 說法的即佛 佛不可以相見 就身見或相見都可以 那法的話不可以深求 所以這個是非常深妙的 深奧的道理 如果無非 非無能信者 不是沒有人可以信受 不是沒有人信受 所以如果你對無我 就是無我相 無法相的話 都能夠通達 你能夠離岩離相的話 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能夠解刑 又能夠實證 那你就 你就 你就不是眾生了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做到的話 那你就是還是眾生 所以的話 差別就在 就再倒一次 OK 能夠解刑的很好 很通達的你就不是眾生 如果沒有辦法的 你就是還在眾生 所以就修行的話 原來修行能不能成功都靠 都在自己 都在自己 就一個絕的 絕的 這張的話 主要差別就 眾生跟活的差別 就是絕 就是解刑 解刑的話 你要能夠原通 你能夠正道實證 差別就在這個地方 OK 這是一張囉 好 那再下來 看一看下一張 下一支完你就碰到二三兩段 你就要知道的囉 好 無法可說 這也是很短 這張的那個句子 文字 經文也是非常短的 來 請看三百一十三 三百一十三 你會用到一個 少法 少法就一點點的法 或者細微的法 那現在解說囉 解說本章經文之前的話 我們去注意兩件事情 你參政 流之 真諦 玄奘 意境 世衛法師手藝的經文 本章的話 他們都是三個段落 且由世尊發問 西補提回答 再由世尊來證可 而羅斯法師只有兩段 你這回去慢慢就兩段 羅斯法師跟他人家三段 羅斯法師只有兩段 所以西補提的開場 世尊接著證可 羅斯法師很技巧的處理這些問題 你要比較這個 第二個是第七章 世尊問 羅來得恩諾多洛三秒三補提 也 西補提回答 羅我解活所 所以無有定法 名恩諾多洛三秒三補提 第十章 世尊又問 羅來襲在藍燈火所 依法優所得火 西補提答 羅來襲在藍燈火所 依法師無所得 第十七章 又一問一次 世尊多次強調 世尊多次強調 世物有法 羅來得恩諾多洛三秒三補提 這個地方好多次喔 西補提已經深深的那個了解 無德而自得的道理 由於世物有法 如來得恩諾多洛三秒三補提 世尊以一而再 再而三的提示喔 西補提應該已經深暗 無德而自得 就這一章的道理 無德而自得的道理 由西補提提出 佛德恩諾多洛三秒三補提 唯無所得 文藝比較連貫 所以羅斯法師的話 就沒有像其他四位就這樣 文字這樣 他已經把它技巧化了 又羅斯 所以羅斯法師手藝 第一段的最尾巴 唯無所得也 那個也的話 就是 一般來講 他就是問號的也 媽呢 有沒有 他這個地方 是不是疑問字喔 他是由西補提開悟 而感嘆的那個 那個口吻來說的喔 所以你看 看經文的那個 西補提伯厭世尊 佛德恩諾多洛三秒三部 唯無所得也 他不是問號喔 你懂嗎 他已經 這個地方 他已經完全了解囉 他不是問號 他就是讚嘆 你這個地方要弄對了 來 西補提 心有 西補提心有領悟 恭敬的對世尊說 世尊啊 你成就 無上正能正結 唯無所得也 你應該是 是無所得的吧 就只有讚嘆喔 這是西補提 真真實實的誤道 活得恩諾多洛三秒三部提 唯無所得 下一段 西補提說得對 世尊讚許的說 正是如此 正是如此 西補提啊 我對於無上正能正結 乃至無有少法可得 甚至連一點點的法都無所得 不但沒有多法可得 連少法也無所得 這個世民恩諾多洛三 這個樣子的 不得而得 才是真正的成就 無上正能正結 假使還有一點點的法相存在的話 即 換句話講 即沒有熟正 無上正能正結的話 那個回顧第17章 佛怎麼說呢 若有法 如來得恩諾多洛三秒三部提 如果真的有少法多法 如來得到恩諾多洛三秒三部提 藍燈火則不予我受祭 這樣連受祭成活的資格都沒有了 所以佛於 活於恩諾多洛三秒三 唯無所得也 這個整個裡面這樣 經文就這樣 很簡單 這個整個裡面 他就無都是無所得 無法可得 這個經文也是這樣 所以的話 聲論的話 就一個 下面這個是比較難一點 是無瓦可得有一點 我把它讀一遍 佛法有八萬世間法門 佛教分為諸多的門派 達摩尊者的詩的話 有所謂有相中 無相中 定位中 戒行中 無德中 有沒有一個無德中 他在這跟無德中對話 極盡中 那個尊者就大 尊者大力化倒 達摩的話 達摩尊者的話 就大力化倒 一一說服 尊者與無德中 有一段精彩的對話 佛書這樣記載 尊者問到 達摩主師問對話 如云無德 你們是無德 無德何德 無德的話 你們得到什麼 既無所得 亦無得得 那比重中 就無德中的人 有一個寶靜的 寶靜那個就回答 他說我說的無德 非無德德 不是沒有德 當說德德 無德是德 無德也是德 尊者又說 德既不德 德意非德 既為德德 德德何德 這個看 有一個繞 你要慢慢讀 寶靜又答曰 德見德非德 非德是德 若見不德 名為德德 尊者說 既德 德既非德 德德無德 既無所德 當何德德 那寶靜的話 到這個地方 就移情 就頓次 換句話講 無德中是抱了一個無德心 殊不知 你抱了一個無德的心的話 已經執著在無德 兩個字了 有沒有 你就是最後的 你所以到維摩結晶的時候 那個波爾法 有沒有 到後面言說都 一旦說出去 就已經著在那個地方 就是他就在問 你既然無德 你心中抱著一個無德 那個無德也是德 也是一個一個 你就被他那綁住了 就是頭上立頭 腳就在上面又再立一個 你也抱了一個 你自己又立一個 在那綁著 你就頭上立頭 那個楞嚴的那個 頭上立頭的 道理是相同的 那你既然 你已經存在了一個無德的心 那你已經執著無德兩個字 所以波爾廟法 是不若語言文字 若知著不忘的話 以眾生之見 妄策而活至 則欲詢的話欲言 所謂無上菩提者 即是本來清淨智慧 非有令法可得 又有所得的話 即有所思 凡是可以得思言的話 都是身外之物 非自信也 自信菩提 人能的話 本具人能具足 人能都有那個自信菩提 人能具足 何能言得 沒有一點法可得 就叫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 有法可得的話 便有法之 無法可得的話 方為解脫 所以大波羅已經這樣講 無德無正 即是正佛法生 又於無所得 是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是以無所得 才是真德 才是真德 第二個是這個就比較簡單 那無德中那有點難 第二個是不求而得 這是在講理學家 理學家跟那個佛家 跟佛家兩個聯合 各有融通的地方 那個明朝理學家王守仁 似曾陽明先生 他的一波弟子 就王榮熙 把智良知的學 與佛學融合 互相發明 為理學家遵奉佛法的 一個例子 榮熙先生有位同學 叫做陳辣 是紹興管理工產的私理 因為相信榮熙先生的管理能力 也有心幫助他的老同學 改善生活 所以你看這個 學者的話是很清寒 趁著普查的機會 把他轄下方會的寺廟 就撥了一個 一個比較有管田產的那個 下面有田產的 就寫了證書 送給那個 就讓給榮熙先生去管理 榮熙先生是保學之士 好友的相助的話他感激 但是蜈蚣怎能受入 各位要知道 你要勾一下 蜈蚣怎能受入 你在修行的時候 蜈蚣怎能受入 於是他請教了一些知己好友 嫌疑的話不求而得 你不是你自己去求來搶來的 你不求而得 所以受之無傷 你接受他 是無傷大雅的 何況是荒廢的寺廟的話 必須要有人去整 費心去整頓 然後才會有收穫 那榮熙先生對這樣的話 就稍稍就可以稍稍釋懷一下 不再以為就接受了 但是他的太太 他的夫人怎麼講 聽到這件事 適以下就對他講 你平身所講的 你就講旅學 是講自良之那些 這也是修的是什麼學問 難道你忘了嗎 你這樣怎麼能夠 無緣無故的接受人家的正義呢 你看這修學 你看這保學之士的話 你家在抱持著那個態度 你無緣無故怎麼接受人家這樣做 不僅跟你所學的理學是有違背的 恐怕對後代的子孫 也不是後代子孫的福氣喔 你看這這個有沒有 他這樣 所以榮熙先生認為婦人所言即是 就把那份證書跟奉還給人家 並挽言說他不能接受的理由請求原諒 那下面就是他講到佛教的事情 榮熙婦人的話 是觀世音菩薩的信徒 他每天請送金剛經跟華華經的觀世音菩薩補門禀 數十年如一日 寒暑無間 就沒有間斷喔 榮熙婦人的話 常常互相切磋 有一天榮熙婦人就問他的先生喔 你研究自良之的道理 以佛所說 可不可以有沒有相中的地方啊 榮熙先生就回答他 佛是絕意 你們下面就一直講那個 有沒有 剛剛跟你講眾生跟會送生 今天就一直講 這絕 你已經絕的人就是佛 不絕的人就是眾生 絕育 那自良之是死絕 就開始的那個絕悟 良之就是死絕 自良之就是開佛之見 沒有什麼同意的 就是兩個都是在佛 都是在絕道上來 那榮熙婦人又問 心經上有大事 度一切苦惡 有沒有這回事呢 榮毅先生回答他 這次完全靠一個人的念力 你一念絕又是絕囉 你一念絕就是佛 這時一切的苦惡自然就頓開 這就是所謂的制悟制度的道理 榮熙婦人又在問他 所以你要慢慢讀 他因果跟輪迴的道理 應該怎麼看待呢 他學理理學的人 他怎麼回答他 他說這很簡單 你一念善因的話 終成善果 一念惡因的話 就終成惡果 你要止惡修善 不媚因果 只惡修善 不媚因果 這叫修行 因果是有的 你要 因為有因果 所以你要 要畏因 也要畏果 尤其因 你不要去造惡因 所以的話 這個叫修行 一念萬年 無有生命 這幾乎輪迴 你如果能夠這樣貫徹的話 你就修成道了 容穢夫婦的話 在修行的道路上 互相扶持 十分令人羨慕 容穢夫人 年過七十 身體無恙 他遇之大仙已刺的時候 衝容交代 安安和事 容穢夫婦謹慎 待人的激落 不求而得的話 亦絲毫不敢罵夫 這是真學者 這是真修行人 那現在的話 我就跟 我先講一個 我等一下再補充 阿納多羅三秒三不兩 無所得 這是無德 今天再講 無法可得 無所得就是一個空會的藝名 空的智慧的藝名 換句話講 你心中就是不要有 無有知著 沒有分別 那涅槃經這樣講 有所得者 就是在生死輪迴 你有所得的人 就是在生死輪迴 那菩薩是永斷一切生死 所以名菩薩的話 永斷一切生死 所以菩薩名為無所得 無所得 佛教把得看作什麼呢 列為不相應的法 把這個佛教把得 列為不相應的法 像什麼呢 像神字一樣 綁著自己的 你有得就是有綁著 OK 那佛教我再說一遍 無所得就是空會的藝名 空智慧的藝名 OK 你心中也就是 無所知著 無所分別 涅槃經這樣 有所得 你就是生死輪迴 菩薩是永斷一切生死的 所以名無所得 無所得 佛教把得的話 列為不相應法 就好像 視為神字一樣 因為一有所得 就把你綁住了 那現在我們再給各位補 補充一個 今天的那個 阿諾多羅三秒三補題 那就下一張 這個 一直讀喔 我上次跟各位講 用佛國家 阿諾多羅 這是無上 這個是無上 這個是正 這個是等 三嘛 三就是正 絕 有沒有 有沒有 就無上正等正絕 換句話講 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最高的覺悟 佛的菩提 也就是佛果 不是菩提的時候 不是分 分那個生分菩提嗎 圓解菩提 佛菩提嗎 菩提是有層次的喔 阿這個無上正等正絕 就是佛的菩提 阿如果 有沒有 你 這個基本知識 你要知道 這無上正等 菩提分三的 生分菩提 圓解菩提 佛菩提 阿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就是佛的菩提 也就是最高的幾乎 也就是佛果 那這樣的話 你用因果 第一個喔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第一個 你依因果來看的話 在因位 在果位 在果位的話 就明 在明月盤 第二個 你如果依 進行果 這兩個果 你沒有關係 因果的時候一個是進行果 三個這樣分 那你以後讀 你以後讀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 整個 你就會比較 融通 會融起來 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 在因果位的時候 你在因果位的那個 那個 裡面 就一個 最上 就是涅槃 這下面裡面的話 針 針乳的部分 就是乳白杖 所以在進階這樣針乳 行的話 最後是波羅 一切種子 這樣的話你就會 用起來會比較方便 這張就給各位補充到這個地方 所以 所以你這個 讀你常常讀 多了三秒三菩提 很多很多 就無上正能之間 讀到這樣 你就很麻煩的時候 跟各位講 你就用祭活活 活的菩提 所以這個的話 都同一詞 進階上不同 它有不同的那個東西 好 那過來還有一張喔 今天要討討三張 所以 在佛法裡面都無所得 什麼得喔 那得的話 有得的話 就是像神這樣把你綁住 所以在佛法裡面 為什麼常常用空 空的話才能夠成極大 有得的話就有失 因為就在那些東西 那是下面一個也是很簡單的東西 就靜心 靜心行善 靜心行善 靜文的話 來我們看一下319的注釋 靜心行善 先解是什麼叫靜心 靜心的話 就因為一直講過來 你就要無能得所得的心 這樣的話 能守不住 這個在這個地方 就金剛經這樣一直 這三張一直串下來 靜心的話 是上面的無能得無所得喔 就從那個這樣一直下來 這也能守不住 行善的話 你就什麼叫行善 就眾善奉行嘛 所以你靜心行善 你要用慈悲心為行善的基礎 用平等心 平等心做行善的那個 平等心做行善的原則 內不要執著能行善的心 外的話不要執著所行善的事 你要善倫體空 就這樣的話 今天跑出一個平等有沒有 佛佛今天跑出一個平等喔 平等我們上次在有沒有 在第三張推的時候 告訴你羅斯法師的意 跟別人不一樣 你有沒有回過過去有沒有 那個在第三張 那個大聖正宗章 說我跟各位講 他的時候少了一個 羅斯法師少意一個東西 就是無有眾真相 你回去看一下第三張 第三張的時候 所以今天的話 就跑出一個平等來喔 跑出一個平等 跑出一個善法 什麼平等 就上至諸佛 下至那個蠢動含寧的話 真心一同 未知平等 前面沒有談過的喔 善法的話 就是善法的話 就是順理 順理益極的法 叫善法 所以你看318 這張的經文你看 護治須補提 事法平等 有沒有跑出一個平等來 這個是重要字眼喔 在活經裡面的重要字眼喔 無有高下 世明二能多樂三秒三滴 那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 修一戒善法 前面的話 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 在這一張來講 他就是盡心 所以你下面的解釋的話就是 因為你無我無人無眾生 所有就是無能得無所得 有沒有喔 那這樣的話才修一戒善法 所以今天有兩個東西 這節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平等 一個是修一戒善法 好那翻過來囉 他也是很 這張你說不重要 也是很重要的囉 三百二十頁 再者 須補提阿 事法平等 無有高下 世明二能多樂三秒三滴提 世明二能多樂三秒三滴提 世法就是無上正能正絕之法 它是實相波羅平等的理體 人人具足 實方諸活 一切眾真相同 沒有上下高低的分別 所以稱之為無上正能正絕 這個平等理體上呢 不因成了活 你這個菩提法就高 也不因為是你是眾生 你這個菩提法就下 活與眾生的話是無高無下的 只是覺得那個 覺得那個 進階上有差別 一位修其人成了活 他就能正的 本來具有的平等理體 我們九瓦界的眾生 平等理體 雖然沒有欠缺 也沒有減少 但是因為被無名 煩惱 把脹斃掉 無法認清自己所具有的平等理體 等到正道生文 菩薩果位的時候 平等理體的話 就分正 就逐漸的顯現 逐漸的顯現 如果能夠完全正入這個平等理體 那就成活了 成了活這個平等理體 並沒有增加一點點 不過的話 只是完全的發現的 原來這個平等理體 還是自己本來所具有的 因這個平等理體 是本來具有的 所以他被 因為他被無名煩惱所葬斃 只要努力修行 斷煩惱 後無名的話 那內心的妄想 執著都空掉 這本來具有的平等理體 就完全被發現 所以不能說有所得 因為他 本來你就有的 只是你被葬斃 所以不能說有所得 他是本來具有的 只是再次解釋上章 無有稍法可得 修業上法得得 三秒三母 就是提醒我們加緊修行 不能停在發心的階段 要領悟佛理的同時 必須腳踏實地的去修行 應該怎麼修行呢 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受者 修一切善法 換句話講 就要遠離我人等事項 不在我人等事項上 不住我人等事項 奉行一切善法 換句話講 就要盡心行善 才能正得無上正點 修一切善法 這得阿諾多羅三秒三母 欲正火果必須修一切善法 也就是諸二莫作 眾善奉行 非有善法的成就的話是不可以的 善法主要有哪些呢 佛教所有所謂十善的說法 這些十善就十類善情 分生口義 十善的話嚴格講 我常常跟你講這是人天法 但是我們修的時候 可以人天法把它生到 你就是有相的要變成無相 變成無相 那有作為的變成無作為就把它提高 那個人天法也是我們的目標喔 不能說不要喔 如果你暫時還沒有到的時候 那你修人天法 尤其我常常在企業加班的話 我就常常勉勵他們 你修人天法 人天法做天人做人還是一個境界 但是如果你能夠再進一步的話 把有相變成無相 有作變成無作 那個人天法的話就變成 就變成 今天的話 那個我不是一條那條 那條無違法嗎 那條無違法 那人天法 十善法是它下面 你只要把它有相 那個變成 變成無違法嘛 你要把它變成無違法 再討到上面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嚴格講 我們可以多說一點喔 一二三是身 是身體的身 身口義 他就是身口義分 一二三 所以你救生而不殺生 救助眾生 不要殺害眾生的生命 但是的話 我們要看看喔 你不要 你不要那個 就是你不要殺生 有的時候你看 那不是擺杖輕規嗎 說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嗎 但是你一日做的話 有的人就講 你耕種的時候 總是會損害生命 有的人就是這樣 就批評擺杖的 蚕食的那個擺杖輕規 是不對的那個的 你要隨著實在 再轉變 你那個 嚴格講 你在阿涵 在基本的佛教裡面 基本的佛教裡面是 出家人都是什麼 出家人是沒有財產 沒有什麼東西 出家人都是刑取的咧 那我問各位的話 你如果再批評擺杖蚕食說 他 他去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要去耕種他會殺生 那我問你囉 那你每個聖人的話 你是不是你還是 守著基本教 哪天出去行話啊 有沒有啊 你在除了在東南亞 很少的國家才有 你才在保證這個 其他通通都沒有 你要隨著實在在進化啊 隨著實在在整整哪些東西 你要知道喔 這個地方不殺生 你要很多東西啊 不殺生 我們當然不要殺生命 各位如果在路上 你就把它換上去 你看到這個一個下大雨的時候 那個蚯蚓的屍體一大堆 發起慈悲心 把那個蚯蚓 你不要怕蚯蚓啊 蚯蚓的話 回歸你把它弄到泥土上去 等於是他的目的 你不要弄到 曝曬在那個水泥上面去 你這樣就畫一個善心啊 你看那個死屍 那不管你的老鼠那些 你有空的話 就挖一個洞給它 埋下去 你也就做了一件那些東西 你就不殺生的反面 你要做這些東西 所以剛剛給各位講的那個 那個 你不能說 有人就批評我 前不久看那個 因為你要隨著時代再進步 你要知道嗎 為什麼歷史上 會有三次滅活運動 為什麼歷史上有三次滅活 歷史上有三次是 是那個東西 連活教整個裡面 跟著在台 在中文化就有那個東西 因為的話 在基本醫教育上 你的話 你生人太多 有的人 屁股 就都沒生產了 沒有生 你是接受人家供奉的人 結果在一個單位 你看 所以我常常會講 結果我講一下 又太多 一個機關 一個團體 不是台中一個 那個什麼 每年的那個 年終獎金是最多那個嗎 那個講 那個就是他機關裡面 沒有一個榮源 而且每個人都是18班無益 不是固定一個人 你看有的學校 你看一個學制非常多 一個非常多 有一個學制的話 你看那如果他那學 就兩班的 就招那個東西 學制 你看他有招生的人 你想到 他如果就安排到 他做招生的工作 請問招生學校 常常招生嗎 學校就入學的 就招一次生 如果他只有負責招生工作 他一年就只有三個月 其他九個月是休息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一個機關 不能有太多那個 等於那個東西 你佛教在這樣看起來 你就隨著時代 你要去進步 所以你這個殺生 你要從他 你當然殺生 對所有生命 我們都要尊重 對所有生命 都要尊重 但是有的時候 是那些生命的尊重 你像你被派人去當軍人的時候 你說我是活教徒 不能殺生 那你上前線 你要做什麼 OK 所以你要隨著那個東西 再演變那些東西 你不是有惡心 惡心是不行的 你是用善心的心態 在這個 你沒有惡毒之心 你是在有些東西的話 所以要把它做這樣的 你偷盜也是一樣 說到的話 我們一起勉勵 所以你要熱戰浩斯 要紓解他人的疾難 非己之物的話 不要據為己有 那就偷盜 你不是你的不要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你看 你要什麼叫偷 就是不告而取 不是 你別的那個東西 你沒有告 沒有 沒有找到主人的時候 你不能隨便取 就不告而取 這個也是 所以你減食 你因為你有這種觀念 你減食路邊的那些東西 你就很謹慎 看到你很喜歡的東西 你也不能動作在這個地方 你有些東西 你都要尊重人家是有 所以你不能不告而取 你要偷的意義 最起碼要這樣 什麼叫血癮 你血癮的話 對我們有界的 像界裡面 很簡單 像的話 你就是 你用刑法來講 你就是 刑法先來 通天就把它哪吊呢 這樣說 像的話 你如果是真正修家人 你要先從 守 深界的像 那隱界你要能夠守得住 隱界守住之後 你就要守 心界 隱界 什麼界 慢慢的禁忌 先從深界上走 你深不去 不要去換隱界 不是 你這樣的話 就是法律上 處罰不到你 你不是法律處罰不到你 你就是完美的人 你接著的話 是法律處罰不到的那些東西 所以你就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 不欺暗示 你要一步一步 你要把有相變成無相 這樣的話 食善法的話 就也是 不是只有在食善 就往上推的 我可以稍微給你衍生一下 有沒有 你這樣的話 貪真吃你就稍微進去了 那你至於的話 下面的那個四個 就是 妄語其語 那個兩舌二口 你第一個 你要掃緣 下面我就不念 你要掃緣 換句話講 就我們怕說 小孩 都要用虛無嘴 你如果掃 什麼叫掃緣 換句話講 就掃緣掃論 那你耳根就親近 你想多發表 多內的東西 耳根就不親近 OK 第一個掃緣掃論 就耳根就親近 第二個 你要盡量向六祖談經 的地方解啟解他 他會我不揮 別人批評是他人的批評 我不要隨便去加入 我匪自有過 你一定要守著 不要隨便批評人家 第一個你掃緣 掃開口 有聲無嘴 第二個的話 你就是他揮 我不揮 我匪自有過 第三個的話 對實在看不下去的 我叫各位的話 就用三個字 不如法 這樣的話 又可以避掉一點東西 因為為什麼 這二口字很重要的人 這四個很重要呢 因為你一旦開口 跟對方有所衝突的時候 那就像什麼呢 就像鏡子破掉啦 那個瓶子破掉啦 即使給你揮護 你跟他道歉再怎麼樣的話 把他揮護起來 那有筆順就是筆順 有破口的話就是破口 那個一旦的話 就那個演藝不行的時候 就會把你的功德靈燒光光的 你最記得的話 就是一旦是犯了那個 再去補的那個東西 那都不是很好的 所以的話這裡面你看 不妄言喔 不妄言的話就 你就這樣 這四個就這樣過去了 第五個 你貪吃 你就貪吃的話 你就要少慾 那個撐的話 你就叫無師 因為為什麼 你無慾則剛 所以修行的人就是 慾望不要太多 對於那些 我不跟你講 貪的話不是 包括什麼呢 包括藝術品的那些東西的話 什麼東西那些東西的話 那不帶來不帶去的東西 你都要端那個 什麼叫做 什麼叫不吃呢 不吃的話就是 你最尾巴那句話 你要說 但不強求 嚴盡則善 那不吃是 什麼叫不吃 不要說 非什麼什麼不可 哪天底下有沒有 非什麼不可的 就是你看 就是總統的位置 換一個誰能 哪個重要工作是 一定是某人當 誰來當不可以嗎 有沒有 哪個位置一換的話 你就換啊 那哪裡說不可呢 所以圓來就要 圓就要 要把握 那圓去的時候 那就 那就 進就要散 所以十散跟十二是相對的 上一到三就是 以我們的身所造作的 四到七以我們的口所造作的 最後三項是以我們意所造作的 金剛經32章中 世尊先提示 布施十一式 可見布施的重要是 布施可以分 財施法施無畏施 這三種布施延伸下來就是六度 六度在開展 延伸下來就是種種萬行 六度萬行就是一切善法 所以就講一切善法 修一切善法 就是修六度萬行 就修無漏的善法 這個告訴你無漏的善法 所以最後面的話 修補施啊 所謂的善法 都是因緣所生啊 沒有自信 當體極空 所以的話 如來說 極為善法 哪裡有一個善法 可得呢 只因為了開 只因為了開 開戶眾生 假借一個名稱叫做善法 而已 這就是我們施實修善法 處處修善法 但不能著想 不著行善之念 這才是真正的無漏之法 第一個跟各位談的是 不實際來詞 我讀一遍哦 某年齊大忌 齊化身嚴重的災荒 興起的百姓見多 附身呢 前傲 發了測眼之心 所以每天準備食物 來施捨飢餓的人 有一天一個衣衫 藍侶的那個 用袖子蒙著自己的臉 走路就沒辦法 步裡藍山 就這樣平地平地來 前傲左邊拿著吃著 右邊 右手拿著喝的 只是嘴巴就這樣說 喂來叫 就這樣稱呼一下 用吆喝的 就講得快來吃 那人停住腳步 揚眉舉目 瞪著他 還而而說 我就是因為這樣的話 我才不吃 隨便給我這樣照呼的 就這樣的了 才落到這般地步 前傲愣住了 回過神來 連忙表示牽引 那位不實際來之食的人 還是不吃餓食的 所以曾子聽到這件事情就說 不應當這樣的 吃者無禮的吆喝的時候 你可以拒絕地走開 但是要獲得了吃者的話 已經表示 現意的你應該接受布施 並沒有損耐你的尊嚴 所以花心玄文人 你在布施的時候 布施借來之食 欲含的意識的話 就要切記 切記 有沒有 如果你做善事的時候 就要切記 不要忘了 這個布施借來之食 給我們的警惕 各位 男行男行 我們講過的 佛弟子說 設立吾被為置為第一 新建最立 據說 設立吾在行化的時候 曾遇見一位青年 一路旁哭泣 探群之下 得知其母病重 醫生診斷 病重 醫生診斷開藥單 需要人的眼睛來當藥癮 這是十分棘手的問題 設立吾直到年輕人困境之後 不如意的就把周圓的取出來 那年輕人看到血淋淋的眼球 直視設立吾說 醫生主物需要右眼 設立吾又將右眼取出 年輕人到接到以後 不斷的打量 還挑剔一番 設立吾明白 眾生是難度的 菩薩是行難行的 菩薩行是難行的 他沒有退失菩提心 更加精進行其佛道 下面一個的話 眾生平等 來看一下 眾生平等 眾生平等的話 是佛教非常了不起的主張 古印度階級嚴明 世尊出身的統治階級 能夠倡導廢族階級 進而尊重各種生命 同等看待 是何等的胸懷 世尊是理論家 更是實踐者 優玻璃出身最低的索多羅 世尊受他為徒 後來優玻璃精通戒律 嚴守戒規 從不觸犯 世尊請他執掌紀律 任何人觸犯了戒規 都一樣的處理 這是平等色化的名證 如今印度 佛地蓋亞的紀念塔 門首依然處立著佛的禁語 身為婆婆們無獨珍貴 最終行為被人家 世人肯定 敬仰才是最大的尊榮 世尊成道後 那優玻璃就隨著他出家 就很快的就出家 根據佛教的教法裡面 後出家的人 要跟前 已經 就他的前輩 要去頂禮 優玻璃原來是王室的 他的身份地位很低 他原來是禮華將 那王室貴族的話 因為釋迦牟族成道 很多他的親戚朋友 都來出家 都來出家 要依照這個教規的話 他們就是要向他頂禮 他是禮華將 以前幫他們禮華的 心中難免有些疑慮 果株不前 世尊見到這種情況 就跟他 你們仇出什麼呢 出家人學到 就是要先降無自己的交慢之心 所以交慢之心 降無很不容易的 實現平等之心更難 花心學歐的人 必須克服這些困難 下面一個的話 你看就是 事法平等 本經有事法平等 無有高下 世民安奈多羅三秒三分之心 平等二職的話 乃三是諸佛的本環 也是金剛經的教研 佛陀本的 就是佛陀著意磁波 入社會大神啟示意 稱中次第其矣 如來也行平等的事 就第一章講的 若菩薩有眾生祥者 則不明菩薩 有沒有 這個我們上次跟各位補過的 第三章 那個時候的 如來也明明平等之理 這第三章 劉之法是有意 那個羅斯法是沒有翻譯的 自祥心離向 柱心無柱 如來也彰顯平等之右 金剛經自以行間 促柱顯現的平等之理 印度的吳卓 這個故事我們上次講過 講到那個有沒有 講到那個狗出現的時候 為什麼 上次我們是講身心有沒有 沒有 因為他第一次吸 第一次下山的時候 就是因為三年了嘛 就是看到那個老婆婆 給他那個磨鐵櫥 想要磨成修華天 是不是三年了嗎 結果他就自己覺得自己的用心不夠 又返回去又住三年 第二次下來就看到什麼 看到那滴水 叮叮叮叮 又把石頭摻下去 結果的話他又覺得自己不多 又回去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六年了 住六年再下來 第三次不是看到狗嗎 狗的時候你可以講故事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這就是身心 因為身裡面就這樣 也可以講是平等心 因為的話為什麼平等心 那條狗的話是 你自己的話跟他 你一樣是 人跟畜生是平等的喔 而且他的話是生病的喔 你沒有看低他 你這就是平等心 你這樣去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把他借來 就是無助菩薩 能用平等心來救助眾生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 那下故事我們在 今天的故事 我就跟各位談到這個地方 那在結尾我還給你兩個 下次平等如果有時間我再來補 我們法華經的題字 你看最後最後面這個題字裡面部分 你看那個法華有沒有 法華經的題字 法華經的題字就是請李副總統 就李恩處先生題字 我們為什麼是請他題呢 因為我最後的給他的那個讚譽是什麼呢 因為他的公敬眾生平等無二 那個李登輝先生 重用他能夠這樣就是他平等心 他比較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那個整個裡面 所以你去把那個法華經的那個 我們介紹李恩處先生的看的 你看公敬眾生平等無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你的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要跟各位講一個 因為學我的話時間差不多了 我就不寫了 本來還有故 還有兩三個故事還沒有說完 但是我要做結論了 因為我們學我的話是要很快樂的 因為我也跟各位講一定要充實要愉快 但是呢我要提醒各位的話 因為我們自己就是說為什麼 上次跟各位講我的考試呢 我要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們幾乎已經就是 已經大 真正學校大概都退休之後來 你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 有限的情況下 我跟各位講你是充實愉快 但是我要跟各位提醒 你不能今天這個好 我再舉個例子來講 就講 你今天是覺得 哎呀這個金好就讀這個 那下金那個金好 我用屁語來跟各位講 就好像你讀這個金的話 就好像你現在覺得 當陸軍好像很有出頭 你就去當陸軍 那下一的話 看看人家海軍表現得很不錯 那三兩天你又去跑去當海軍 海軍的話好像不行 好像你覺得要翱翔天空 隔幾天你又覺得空軍不錯 你又去學空軍 結果的話 你又覺得 你覺得跳傘很有趣 你又去學跳傘 結果密教 結果人家念經那些東西 跳傘不是只有這樣 還有很多 你覺得生化兵 也不錯的話 你又去搞生化兵 你覺得炮兵也很好玩 打那個也很好玩 所以你樣樣都摸一點 我這樣跟你講 你懂我意思嗎 你什麼的話 你有很多學佛教的人 你到底是在弄在哪個地方 我們講就講天台宗好了 你天台宗的話 天台宗有什麼法 有什麼東西 你就用天台宗的那個 治的大師好了 治的大師的話 他是法華文具 法華玄藝 你這兩個 你有沒有 你這樣你才能講 你是天台宗啊 你那個謀和子官 到現在謀和子官的話 到現在的話 都法界都還是奉為歸虐 都沒有辦法完全那些東西 你這個才是學天才 你如果要再有的話 就是只有再加一個威魔絕經 你這邊學一點 那邊學一點 你也講 我是今天不好意思 用幾天台宗 你覺得 你讀的經是屬哪 哪個系 你都搞不清 我剛剛給你用當兵來講 你讀這個經 好像你是去讀 你已經投入到入軍的那個地方去 結果你覺得人家那個地方好 我現在就不講說你做好那些 你覺得人家空軍很好玩 有開飛機 你兩天又去開飛機 結果陸軍好像也不行 覺得海上非常翱翔大地的話 你又去海上去行走去啦 你到頭來什麼 你樣樣好像樣樣都通 樣樣都難 你自己搞都沒有搞清楚 我有時候聽到人家他是哪個宗 我就覺得 所以台灣宗教裡面 你知道我今天平等 我最後要用 問我不寫東西了 時間已經到了 你這樣的話 所以學活應該是非常快樂的事情 一定 因為他也不考試 也不是這樣 你就把它送給掉 你對自己要有所期許 要知道你自己的路線在哪個地方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 你方法 方向一定要對 然後再談方法 不是你很忙 不是你用跑的 就一定到達目的勒 你懂我一次我再講 我不是傳給各位 不是你用跑的 就一定能夠到達目的 你如果方向都搞在這邊弄一點 那邊弄一點 你那個東西是在哪一個部門 你都沒有搞清楚 你弄一點弄一點 大家這樣的話 不好 不好 一定要很愉快 你生活一定要非常那個東西 如果你晚上睡不著覺 大概是你體力還非常多 因為心力跟體力是不一樣的 你的心力怎麼用 你的體力怎麼怎麼用 你這個一定都要很平衡的東西 你沒有弄好 所以我們在一起 我常常跟各位講 身心靈氣四個都要 你的能力一定要起來 你要化為能量 不能這樣的話 要不然的話 一天到晚都過著 說沒有世界 本來就不圓滿的世界 你要自己要過得很充實很愉快 來度這一生 我今天就用軍隊的編制 來跟各位講 你不要一天 有的時候當當陸軍 三兩下子 覺得陸軍這個不好玩 就去當海軍 海軍就三兩下子 不好的話又轉到空軍 你就一個門的話 那個一個法門裡面 為什麼佛教分這麼多法門 為什麼那麼多宗派 你這個宗派摸一點 那個宗派摸一點 難道你比利來的祖師 都不如你一個人嗎 你這個也摸一點 那個摸一點 你比佛祖還厲害嗎 大家就要善用自己的生命 學的話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學到有東西 這樣的話 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今天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 paying給你們 來看多久 我來看多久 一個人 理由 開箱 怎樣 我來看多久 我們下一個人 我們下一個人